美国众议院通过援助法案 川普指会帮助百万人 纽约州抗体检测 获有270万人感染中共病毒 纽约医管局开设7个病毒检测点 无需预约 例等可检 美国首例宠物确诊 纽约8只虎狮 2只家猫感染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日大纽约 美国众议院周四下午通过了 4840亿美元的工资保护计划 及医疗保健增强法案 川普总统对众议院提前通过这一法案 表示感谢 这项近5000亿美元的援助法案 包括为美国小企业提供3820亿美元的援助贷款 以在企业暂时关门期间保住员工的工资 750亿美元用于支援美国的医院系统 还有250亿美元用于在全国范围内加强病毒检测 这也是美国重启经济计划的核心部分 由于这一法案周二已在参院获得通过 因此在得到众院通过后 只需总统签字即刻生效 这一法案的通过也使得美国在这次中共肺炎疫情中 投入的救助总额 接近史无前例的3万亿美元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纽约州长库默周四表示 一项初步抗体检测发现 约有13.9%的纽约人感染中共病毒后出现抗体 换算下来 纽约州约有270万人感染中共病毒 来看详情 好 早上 州长库默宣布 一项初步的抗体随机检测显示 13.9%的人在感染自愈后出现抗体 按地区来说 长岛为16.7% 纽约市为21.2% 按组一划分 亚裔为11.7% 飞翼22.1% 西雨22.5% 白人9.1% 调查来自19个县 40个地区的3000位民众 如果以13.9%的感染率换算 纽约州会有270万人感染中共病毒 远超过目前的确诊病例26万例 据州长办公室数据 截至21号 大部分数据继续下降 单日新增入院人数基本持平 21号有1359人入院 单日死亡人数则下降到438人 白宫疫情专家组的福西博士 已经预测今年秋季疫情可能复发 库默表示 担心第二波疫情会压垮检测和医疗系统 如果人们能复杂症或冠军疫情 如果人们不知道哪个疫情 他们可能会感到心疼 开始进入医疗系统 这可以帮助医疗系统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考虑 另外库默表示 还将针对疗养院加强疫情防控 新唐人记者宇婷纽约报导 纽约市最新的抗体检测数据 显示可能每五个市民中 就有一人被感染过 来看看纽约市最新的消息 在纽约州现在已经有19个郡 做了3000个随机的抗体检测 找到曾经被感染过 甚至是已经康复的人群 初步结果显示 纽约州有13.9%的人 在感染后已经有病毒的抗体 其中纽约市的数据为全州最高 显示有21.2%的人曾经被感染过 这意味着纽约市每五个人中 就有一人感染中共病毒 纽约市可能有超过170万人 被感染过病毒 纽约市卫生局长巴伯特 周四也表示 他认为纽约市迄今为止的 13.8万例阳性病例只是冰山一角 不过现在抗体检测只是在初步阶段 仅有的数据无法确实反映真实情况 根据纽约市府的数据 纽约市截至周三下午 有141754例确诊 10290例确诊死亡 5121人疑似感染死亡 市府关注的三项指标都呈现下降 纽约市住院人数 加护病房患者人数 和全市的检测阳性率都下降 纽约市长白思豪周四在记者会上表示 纽约市如果太快开放 可能会让疫情更加严重 但不管怎么样 城市最终都会康复 另外东北大学一个新的模型数据显示 在纽约市出现首例的中共病毒案例之前 截至3月1日就已经有一万件隐形病例 巧声无息地在城市传播 新唐人记者王愚鹤纽约报道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在周三表示 他宁愿让美国疫情重灾区宣布破产 也不愿提供更多的联邦拨款 请看报道 为了避免把债务压力转给联邦政府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提议 共和党人应该在未来 不再向纽约、新泽西州等州的政府 提供任何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救助资金 他还建议各州可以考虑申请破产 这是在纽约州长库默前往白宫 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会面后提出的 库默对此的回应是 不为各州提供任何资金 这是一个错误的举动 根据美国现行法律 只有城市和地方政府 可以在州政府许可下申请破产 最著名的例子是 2013年宣布破产的底特律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纽约报道 曼哈顿贾维茨中心临时医院 自4月2号开始接受中共病毒确诊患者 截至22号已治愈出院将近1100人 这个由陆军工程兵团改建的贾维茨中心临时医院 分成4个区 每区250张病床 目前医护人员约有400人 主要来自全美各地的海陆空军队 临时医院原先计划只接收非瘟疫普通病患 但随着疫情发展迅猛 州长库默取得川普总统同意之后 4月2号把医院改为 只收治中共病毒确诊患者 截至4月22号 这个临时医院已经治愈并出院 将近1100名瘟疫确诊患者 目前还有188名确诊患者仍在治疗 新唐人记者唐成纽约报道 自瘟疫爆发以来 纽约市成为了全美的疫情中心 由于中共病毒最初来自于中国武汉 近期纽约发现 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数量增加 警局周三推出华裔警官的讲话视频 表明纽约市不会对仇恨犯罪有任何容忍 仇恨 这个丑陋的词在我们字典里没有它的位置 纽约市警局发布一段由华裔女警分别用普通话和粤语录制的视频 鼓励仇恨犯罪的受害者拨打911向警方举报犯罪 到目前为止 警局打击仇恨犯罪小组已经注意到了10起有关中共肺炎病毒 以及对亚裔偏见的仇恨犯罪 受害者共有11人 10名嫌犯被捕 尽管如此 我们也知道还有其他的仇恨罪案发生 但并没有报案 我们想要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站出来 给我们一个调查和将罪犯绳之以法的机会 今年3月 警方逮捕了一名44岁的男子拉莫斯 他涉嫌在皇后区街头 反复骚扰并辱骂一名47岁的男子和他10岁的儿子 新唐人记者韩瑞 纽约报道 纽约市医管局近日宣布 7家可做中共病毒检测的门诊无需预约 直接到现场可以接受免费检测 两三天便可出结果 医管局高谈门诊系统主任执行官刘宜思表示 市民不管有无症状 只要去这7个门诊点要求检测中共病毒 工作人员就一定会急于检测 市民可以到就近的检测点现场排队取样检测 无需预约 如果当天来不及检测 第二天再去就无需排队 据悉 目前病毒检测主要是针对成年人 新唐人记者唐成 纽约报道 根据数据显示 纽约的养老院疫情严重 成为除了医院以外对抗病毒的重要战场 布鲁克林区长周四向区内的一家养老院捐赠防护物资 并表达对医护人员的支持 数据显示 在纽约州超过 1万5千个中共病毒死亡病例中 将近四分之一是来自养老院 也有批评说 养老院存在医疗防护不足 漏报持报疫情的问题 但布鲁克林区长 艾里克·埃德姆斯认为 养老院疫情严重 主要是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 贝克姐妹的105岁的母亲 是皇冠高地护理中心里 年龄最大的老人 他们了解到这里的护理人员 缺乏物资后 便给区长打电话 促成了这次专注活动 布鲁克林区长说 今天的捐赠物资的大部分 来自中国社区的帮助 纽约市长白思豪周四宣布 将把每周派发给市内 169个养老院的医疗物资数量 增加50% 新唐人记者金石奥利福 纽约报导 每日率先行动 大瘟疫下加速去中国化 欢迎回来 中共病毒蔓延全球 迫使各国重新思考 与中共经济往来所承担的风险 其中日本和美国 最近都在采取一些重要行动 加速与中共的切割进程 目前日本知名品牌 Aris Ohiyama 很可能成为首家 获得日本政府供应链再构建计划补助企业 他们正计划把口罩原材料 不支部的生产线 从中国大陆迁回日本 增加本土口罩产量 日本政府4月9号宣布 斥资22亿美元 帮助日本企业撤离中国 回流日本或转往东南亚等其他地区 同一天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提出 美国应该协助所有想离开中国的美国企业 支付所有搬迁费用 除供应链之外 美国金融界也在重新审视 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风险 周二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莱顿 与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 邓克等五人联合发表声明 警告投资者 警惕中国企业的财务风险 因为长期以来 这些企业财务报表不透明 一旦投资受损 很可能求偿无门 专家认为 疫情正迫使各国反思与中国经济往来的风险 加速脱钩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截至周四 全球除去中国大陆以外 已有261万人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 18.5万人死亡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再次呼吁国际社会 对中共病毒的起源及传播 展开独立调查 莫里森认为 所有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 都应该支持这样的独立调查 并强调 澳大利亚的动机十分单纯 澳大利亚是至今为止 对抗中共肺炎疫情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感染病例约为6600例 死亡不到80例 周四当天的新增病例仅为12例 周四 英国卫生部长汉考克宣布 将扩大可接受病毒检测人员的范围 此前只有医护人员及养老院的工作人员 能够接受病毒检测 今后 包括教师 政府雇员 送货司机等所有关键行业的工作人员 都可以接受病毒检测 由于英国目前正处于疫情高峰期 因此当局并不打算很快解除封闭措施 截至周四 英国的累计确诊人数超过13.8万 死亡近1.9万人 西班牙是目前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累计确诊人数超过21.3万 尽管早在4月中旬就已度过疫情高峰期 但与其他国家相比 西班牙每日新增及死亡病例依然偏高 周四当天共有4635人确诊感染中共病毒 在经过激烈辩论后 西班牙议会周三决定将紧急状态再延长至5月9日 德国从本周起开始放宽限制 面积低于800平方米的商店 车行和书店等都已重新开放 学校也将从5月4日开始恢复上课 未避免民众放松警惕 违反社交疏离规定 总理默克尔周四敦促德国人 保持耐心和纪律性 信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导 中国人权律师高智盛获林昭自由奖 欢迎回来 位于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 4月20日将林昭自由奖颁发给中国人权律师高智盛 表彰他为受中共压迫的中国民众争取权益 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绿华援助协会表示 为缅怀纪念林昭 激励来者 特别设立林昭自由奖 以表彰身在中国境内 致力于推动公民社会和法治进步的中国公民 高智盛律师致力于人权工作 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也因此遭到中共当局的打击报复 高智盛律师的妻子耿和 以文字形式表达了谢意及内心的感受 耿和表示 谢谢对华援助协会及评委们 林昭是黑暗中的勇士 此讲是给冲破黑暗的勇士们 心心里却少了欢喜 脑海里不断浮现出 那些为中国的民主自由 前赴后继的勇士们 李旺洋 王炳璋 邵崇崇国等等 这些惨无人道的折磨 他们有的带着对自由民主的渴望 关在黑监狱 有的为信仰抗争牺牲 新兴之火可以燎原 让我们期待中华大地重生的那一天 原大陆维权律师陈建刚表示 希望这个奖能帮助高智盛获得自由 现年56岁的高智盛律师 自1996年职业以来 长期为弱势群体维权 被誉为中国良心 2004年12月开始 他多次上书中共高层 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 并参与调查针对法轮功学员器官 遭中共当局活摘的指控 2006年8月 高智盛被中共吊销律师执照 同年12月 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他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 缓刑期间 他多次被绑架并遭电击等各种酷刑 2014年8月 高智盛出狱 但一直被软禁在陕北老家 甚至不准他去附近城市就医 2017年8月13号 在有人帮助下 高智盛逃离软禁 23天后被抓 至今下落不明 高智盛一个人就让失踪两年多了 有什么法律吗 所以中国法律的本质 也就是对于国内和国际 都是一种欺骗 从高智盛律师的遭遇来看 可以印证这个说法 耿和表示 高智盛已被强制失踪981天 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立即让高智盛回家 去年12月10号 世界人全日 中共举办所谓 世界律师大会之际 耿和也曾向与会律师 发出公开信 呼吁他们强烈要求 中共当局释放高智盛 新唐人记者长春 陈杰 伯尼采访报道 近日 本台记者就中共病毒疫情 专访了国际著名人权律师 大卫·麦塔斯先生 他认为 全世界目前正在承受 纵容中共的恶果 麦塔斯是世界第一位 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进行独立调查的国际知名律师 他认为 这次武汉肺炎疫情的起源 传播 以及中共如何应对 都是典型的中共式行为 麦塔斯说 中共不只是在中国极力维稳 同时在全球范围进行大外宣 麦塔斯指出 世界正在承担 对中共活摘罪行 漠视的后果 新台记者珠丹 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美国首例宠物确诊 纽约八只虎狮 两只家猫受感染 欢迎回来 动物感染中共病毒已经不是个例 本月初纽约市布朗克斯动物园 有一只老虎检测后呈现阳性 另外还有七只大型猫科动物 和两只宠物猫 确诊感染中共病毒 布朗市动物园 月初传出的老虎确诊 疑似是被饲养员传染的 现在布朗市动物园 还有另外四只老虎 跟三只非洲狮子 确诊感染中共病毒 但症状不严重 正在康复中 周三 纽约也有两只宠物猫 出现呼吸道症状 确诊感染中共病毒 是美国首线测试成阳性的宠物 两只症状都不严重 其中一只家猫的主人 确诊中共病毒 另一只猫家中无人确诊 官员表示 该猫可能是被外人感染 或是家中有人无症状传播 美国传染病专家福西博士表示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病毒会透过动物 再传染到人身上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纽约报道 感谢您收看 今日大纽约再会 小光さ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